之前唐美云歌仔戏团遭遇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在紧张激烈的总彩排过程中,备受瞩目的黄月英角色扮演者,也是人们心中那个永恒的娘子许秀年突发身体不适,面对如此严重的状况,剧团立即采取果断行动,全力保证许秀年得到最周到且及时的照顾。 目前,许秀年正在安心在家休息调养,我们全体剧组成员都在密切关注着她的病情进展,尽管许秀年内心深处渴望能再次站在舞台中央,但为了她的健康着想,剧团与她共同商议并做出了让她暂时休息的决定。 剧团负责人坚定地表示,我们深知,许秀年的健康才是最重要的,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变故,剧团必须迅速调整策略,经过深思熟虑,剧团决定由曾梅萍小姐接替许秀年,担任黄月英角色的重任。 唐美云歌仔戏团郑重声明,对于即将到来的精彩演出,包括今日以及未来三天的演出,剧团全体成员已做好充分的准备。 尽管此次演员阵容的变动可能会对整个剧组的运作产生一定影响,但我们承诺将竭尽全力,确保演出质量不受丝毫影响。 若因本次演员更换原因导致观众选择退票,OpenTix两厅院文化生活将无条件提供全额退款,不收取任何手续费,回顾许秀年的过往经历,令人感慨万千。 1982年11月25日下午两点,他刚完成歌仔戏,西侠五亿的外景拍摄工作,地点位于台北市的小平顶。 然而,就在拍摄结束后,他匆忙赶往中南部参加庙会演出。 然而,在云林县湖尾的一处交流道上,却发生了一起严重的车祸。 由于前方车辆故障无法行驶,许秀年所乘车辆未能及时刹车,导致连环相撞。 在这场事故中,许秀年与其他乘客均受伤,尤其是许秀年。 他的面部、额头、鼻子以及眼部周围遭受重创,缝合了大量伤口。 在许秀年的车上,除了他本人之外,还有他的母亲、弟弟、弟媳以及弟弟的岳母等亲友。 他的弟弟担任驾驶员,值得庆幸的是,车祸发生后,所有人仅受到轻微的皮肤擦伤。 然而,许秀年的情况尤为严重,他的脸部撞击到了车内的空调和音响设备,导致鲜血直流。 紧急送往苗栗的医院进行初步处理后,他又被转至台北淡水的马歇医院接受进一步治疗。 但伤口愈合后再进行精细缝合,这次车祸给许秀年带来了极大的痛苦。 他的台式同事们,包括杨丽花、王金英等人,纷纷前来探望并给予他温暖的关怀。 他们在歌仔戏中的深厚友谊使得他们对许秀年的遭遇倍感痛心, 纷纷劝为他要坚强乐观,安心养病。 据了解,许秀年的伤势痊愈至少需要半年以上的时间。 当时,他正全身心投入到重要的歌仔戏《七侠舞异》的拍摄工作中, 他饰演的角色至关重要。 然而,由于这次意外的修养,制作团队不得不重新审视并调整后续剧情的发展方向。 杨丽花对于此事的紧张情绪不言而喻, 在这个看重演员面部形象的行业中, 因事故造成的重伤显然将会对许秀年的职业生涯产生重大影响。 尽管他接受了多次手术治疗, 但一年后再次登上舞台时, 那条深深的疤痕依旧清晰可变, 令人不禁感叹车祸之猛烈。 许秀年这意义生辉的性命, 在歌仔戏领域可谓是无人不知、无人不祥。 自三岁首次登台以来, 他凭借口碑载道的《苦儿流浪记》一举成名, 并在1970年代至1990年代期间, 与杨丽花、黄湘莲等众多知名演员联媚出演, 赢得了《永远的娘子》的尊称。 身为一名专业的歌仔戏演员, 他从基础做起,逐步涉足电影和电视剧领域, 90年代后更是频繁出现在剧场公演之中, 其艺术造诣堪称卓越,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他将自己的一生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了艺术事业, 从未有过丝毫地松懈。 当他荣获第29届传译金曲奖戏曲表演类特别奖之际, 许秀年深情地感慨道, 倘若他未曾步入婚姻殿堂, 那么他的人生无疑将全部投入到歌仔戏的世界里, 这份荣誉对他而言具有无比重要的意义。 他坦诚地表示, 我这一生只专注于歌仔戏, 除此之外再无其他专长, 如果我未婚, 那么我必定会全身心地投入到歌仔戏的创作中去, 若未曾结婚, 定会全心全意投身于歌仔戏。 许秀年坦言, 对于一个在舞台上奋斗一生的人来说, 是否能获奖其实并不太在意, 我从未对选择从事歌仔戏事业感到后悔。 许秀年的演艺生涯长达62年, 自三岁多首次登台亮相以来, 便以女仔生角色展露头角, 母亲在剧团工作, 我从小便是喝母乳长大, 出生仅四十天便开始在那台戏剧团生活。 剧团的姐姐们经常为我精心打扮, 然后把我推向舞台演唱歌曲, 我从未表现出任何胆怯。 天赋异禀的许秀年, 首先受到了拱乐社歌剧团团长陈诚三的邀请, 开始参与拍摄歌仔戏黑白电影《流浪三兄妹》, 该片广受好评, 随后加入杨丽花歌仔戏团, 开启了电视歌仔戏的精彩演艺历程。 获奖之后, 许秀年忠心感激三位给予他宝贵机会的恩人, 陈诚三团长, 杨丽花以及唐美云。 随着新生代小生唐美云创立剧团, 许秀年陪伴着唐美云歌仔戏团 逐渐壮大为如今的大型团队。 许秀年永远的美娘子的形象, 早已在歌仔戏历史长河中 占据了不可或缺的一席之地。 他感慨万分地表示, 这次获奖使我有机会表达我的感激之情。 我要由衷地感谢陈诚三团长, 杨丽花以及唐美云。 我这一生只热衷于歌仔戏, 无论是电视台的歌仔戏 还是剧院版的歌仔戏, 都需要通过表情, 唱腔以及身段和走位来展现, 能够在歌仔戏的各个发展阶段 得到他们的支持和认可。 我深感荣幸, 近日由于耳鸣症状日益加剧, 许秀年不得不忍痛, 暂时搁置了手中的戏剧邀约, 选择在家中安心静养, 并便寻各地名医问诊。 面对记者采访时, 许秀年坦言, 对于是否能够继续投身舞台表演事业, 他持一颗开放包容的心态, 倘若自身健康状况不佳, 势必会对工作表现产生负面影响, 对此我个人无法容忍。 许秀年表示, 每一次出演新角色, 对他而言都是全新的挑战和机遇, 其中最具压力的莫过于 饰演佛祖或神明等角色。 我时常担忧, 未能将慈悲之心演绎的淋漓尽致。 他还经常在网络聚会中 与粉丝们分享心得体会, 指出歌仔戏中所蕴含的人生哲理。 剧中那些恶贯满盈的奸臣, 最终必将受到惩罚, 善良之人终将迎来美好的结局。 这些无不是向社会传递出正确的价值导向, 因此, 他坚信观看歌仔戏的人们 不会因此而变得邪恶。 观赏完许秀年的精彩表演后, 我常常感触颇深, 时而觉得他仿佛就在我们身边, 时而又觉得他似乎离我们十分遥远。 之所以说他亲近, 是因为他所塑造的一系列 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 早已深深烙印在观众心中, 直根于热爱他的观众内心深处, 甚至对他们的思维方式产生深远影响。 然而, 当提及他的高超演技, 以及作为一名杰出专业演员所达到的高度时, 却又令人望尘莫及。 台湾电视公司推出的歌仔戏, 春江万里情, 一经播出便广受好评, 每日五间十分, 无论是乡村还是城市, 只要打开电视机的家庭, 几乎都在欣赏这部难得一见的歌仔戏佳作。 观众们得以在影评上 与众多歌仔戏明星亲密接触, 欣赏他们的精湛表演技艺。 同时, 他们也渴望了解明星们在影评背后, 录制拍摄过程中的点滴趣闻意识。 许多资深歌仔戏爱好者 对著名女演员许秀年尤为钟爱, 原因在于他是当前为数不多的 经过严格传统歌仔戏训练的演员之一, 其演唱风格韵味浓郁, 尤其在饰演苦淡绝色时更是入目三分。 此次在《春江万里情》中, 许秀年大胆尝试全新戏录, 成功塑造了一位拥有独特武艺的 侠拟黑翠心形象。 他身怀爵士武功, 但从不轻易施展, 一旦出手, 仅需几招便可干净利落地击败对手。 实际上, 这个舞台上的独特设计, 绝招, 是专门为许秀年量身打造的。 由于他从未涉足武打戏领域, 并且以往出演的角色大多缺乏武技展现, 因此害怕稍显用力过猛会暴露破绽。 然而, 导演却选择让他专注于通过眼神和气场来表达角色, 令人钦佩的是, 经过几次展现完全真实的病态表演后, 许秀年竟然赢得了一个新的尊称, 病女侠。 同样在该剧中扮演女侠的王金英, 成功地塑造出李坚弘这一形象, 手持单刀, 展现出非凡的武艺, 为了磨练刀法技艺, 他常常跟随武术指导吕福禄学习, 每一个动作都力求精准无误, 因此, 只要你看到他, 总会发现他抱紧右臂, 皱着眉头感叹道, 演苦但固然辛苦, 但演武但更是难上加难呢。 值得一提的是, 王金英与杨丽花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 未曾在同一部作品中搭档演出了, 而此次在《春江万里情》这部剧目中, 杨丽花饰演鹏, 王金英则饰演李坚弘, 两人可谓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甚至在剧中还共同演绎了《洞房之夜》的场景, 杨丽花兴奋地表示, 我与王金英已经分别很久了, 现在终于可以重新携手合作了, 导演陈聪明听到这里, 不禁笑言, 看来我们得准备喜酒庆祝一下了, 现场的众多明星们也纷纷起哄, 气氛热烈至极, 在这部剧中, 杨丽花不仅与李坚弘步入了婚姻殿堂, 还与许秀年饰演的黑翠心有过婚约, 使得这位黑女侠一路追寻至中原, 铁棚夹杂在李坚弘与黑翠心之间, 饱受情感纠葛, 同时也享受到了无尽的艳抚, 唐美云特别感激文化部实施的积极性艺文纾困计划, 正是这项政策帮助剧团在疫情期间, 顺利完成了传承经典戏曲的使命, 借此机会, 她向所有共度时间的观众朋友们, 表示衷心的感谢, 同时将这部作品作为年末献给戏曲界的一份厚礼, 祝愿艺文活动能早日恢复往日的繁荣与活力。